穿越火线 这款由韩国Smilegate制作的FPS游戏 有着数量庞大的玩家群体 号称全球有80个国家的10亿用户 游玩过这款免费的PC游戏 是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功劳得感谢鹅厂在国内的成功运营 相比之下 CF在世界其他区域不是那么成功 也许是为了打开欧美市场 Smilegate与微软合作出了个主机版 而且除了多人部分以外 还找上了以叙事擅长的Remedy开发一个单人战役 因为是Xbox独占 所以名字就叫穿越火线X 关注我时间比较长的观众应该知道 我对于Remedy这个芬兰开发商的喜爱 做过好几个专题视频 Max Payne 心灵杀手 量子破碎 控制 他们的产量不高 但在画面玩法和剧情上都独树一致 很难想象他们居然有一天会参与CF的制作 好像也没啥不好赚点奶粉钱嘛 因此当CFX在2019年公布的时候 我居然还有点小期待 后续公布的单人实际演示里 看起来有点像个能用子弹时间的量子破碎画风COD 然后这个主机版拖了这么久 终于上市了 我打了三天 甚至拿了全成就 无论多人还是单人部分槽点 其实都不少 下面就听我慢慢讲吧 CFX于2月10日上市 当时我还在忙着剪上一期的视频 拖到第二天才跑去下载 但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欧美游戏视频主 不约而同的看是使用2022年度最烂的字眼了 这下更让人好奇了 必须得下来试试 于是我把已经入合许久的插一插翻了出来 CFX本身是个免费游戏 但Remedy的单人部分需要花钱购买 而且这游戏还进了XGP阵容 据说包含了单人部分的第一张 点击下载 在等待的过程中 翻了翻用户评价 各种异性 有说没有辅助瞄准的 有说手感烂的 有抱怨没中文的 以及在问候讹场的 下载完毕进游戏 却发现两张单人战役是锁住的 说好的XGP包含第一张的呢 大概是某种诡异的bug 2月15号的热修更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我游戏早就通关了呀 在当时我就只有花钱购买 第二张单卖78港币 还有一个两个章节打包 再加上第一赛季通行证的终极包 有XGP会员的话打9折 194港币 为了支持一波Remedy 我买了后者 战役解锁 然后又需要单独在下46G的内容 对了 Remedy做的这个单人战役 其实在CFHD里也有 不仅早就上线了 而且还能免费玩 但我是在CFX战役打到一半的时候 才得知这一点的 当时就觉得亏到姥姥家 就质量来说 真是花了一波冤枉钱 因为看到评论里说 这游戏没辅助瞄准 于是在进游戏前 我就想CFX是不是和COD的主机版 一样有原生剑鼠支持呢 毕竟这游戏主菜单里 推左摇杆会直接出现一个鼠标指针 CFX的UI设计 完全就是PC上的逻辑 插上鼠标 还真能用 然而匹配进了一局爆破模式 发现鼠标仅在主菜单部分有效 也许是出于平衡性的考虑吧 点击进入Remedy做的单人战役 鼠标指针不见踪影 这个游戏其实是两部分组成的 多人部分用的是虚幻4引擎 单人部分使用的是 Remedy自研的North Lite引擎 进键位设置 倒是出现了剑鼠的图标 也许真正开玩就能用鼠标了吧 开始游戏 你扮演保卫者组织的一员 搭乘转悬疑机 前往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 去逮捕一位名叫Steiner的潜伏者组织高级官员 锁将然后进入子弹时间 你需要趁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把这帮人全部干死 然后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按鼠标左右键 能开火和瞄准 但是任你如何移动鼠标 镜头都纹丝不动 连转身都做不到 键盘控制前后左右倒是没问题 没办法 还是只能用手柄玩 重开 我觉察到了这游戏中 敌军的AI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冲入房间的杂兵 会先跑到脚本指定的位置 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光枪射击游戏VR战警 这也使得游戏的难度并不怎么高 而且你上来就能使用子弹时间能力 不过和马克斯佩恩里的稍微有些不一样 虽然都会减慢时间 但在本作中你开火时时间会加速 子弹击中环境中的物品时会迸发火花特效 看上去和量子破碎力如出一辙 接下来没走多远 队友中枪倒地 你也被敲晕 另一位队友扛着你离开现场 接着进入了梦境关卡 可以说是相当remedy了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做的马克斯佩恩专题 我是没想到开场半小时不到 就进入这么个remedy的保留项目了 在梦境之中有些照片收集要素 以及主角的自言自语 有幻象投影的走廊 真人出演的妻子 在电视里说些意义不明的话 之前中枪倒地的队友 似乎处于不稳定的量子态 要素过于丰富 就好比把马克斯佩恩 心灵杀手 量子破碎 控制的要素缝合 再套上一个猎化版的COD外壳 因为接下来的流程就是跟在一个队友的屁股后边 在充满东欧风味的小镇里打坏蛋 可以说是济世感满满 不同的是CFX里的敌人AI没有COD那么高 将让CFX单人部分里的枪械腰射精度极高 多数时候甚至不需要开进 玩起来就像一个超人在欺负一帮全员智障组成的军队 接下来的流程里还有经典的狙击掩护桥段 更多充满控制济世感的梦境场景 作为调剂的坦克关卡 最后钻矿洞 终究开头中枪然后被抓走做实验的队友 实验内容是预知未来的能力 另外虽然你的武器上有消音器 但其实没什么意义 只要你击杀了场景中的第一个敌人 其他人就会立即得知你的位置 并迅速朝你开火 两小时不到第一章的流程就结束了 开始滚制作人员名单 说起来流程虽短 但收集要素不仅多而且细碎 文件照片音频相机和玩具遍布于各个角落 全部加起来一共86件可收集物品 就这个流程长度来说 文本量也不算小 部分内容对于你了解这个背景设定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 不过我是没太大动力做全收集的 因为这一张打完居然一个成就都没跳 翻开CFX的成就页面 发现1000点全部都是多人部分的 两张单人战役没有任何成就点 我继续玩第二张 英文叫Operation Spectre 直以幽灵行动 CFHD里的翻译叫幽灵计划 这张你扮演的角色 从保卫者换成了与之对立的组织潜伏者 和第一张相比这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对于外包活的漫步惊心 我本来觉得上一张的敌兵已经够弱智了 没想到第二张里他们表现的还要更蠢一点 有种置身于90年代动作片里的感觉 敌人不仅枪法烂 而且喜欢站在无掩护的地方对着你射击 而你就是那无敌的猛男主角 剧情的槽点很多 推进了十分突兀 举个例子 一位南美国家的囚犯小伙 Louis Torres 在被送往监狱的途中遭遇保卫者部队的追杀 车被无人机炸翻 但我们的小伙子手被靠在了椅子上 怎么办 脚边有一根铁丝 然后镜头一切 铁丝就到了Louis的手里 并打开了手铐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可能编剧也想不到该怎么表现 就直接糊弄过去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在预知未来的影像中 这位小伙将成为幽灵 而幽灵将导致世界的毁灭 潜伏者认为只有他能防止组织被保卫者歼灭 被潜伏者部队所救之后 路易斯被注射了纳米粒子 给昏迷中的小伙子续命 接下来是要去湖浮水坝夺取EO1能量球 用于稳定他体内的纳米粒子 不然他会在数周之内死亡 小伙子在剧情里一个叫的说 我不会去当幽灵的 但是当他在保卫者的基地 看到幽灵隐身一时 大概是觉得 我超牛逼 立马就迫不及待的把装备给磨了 所谓嘴上说着不要 但身体还是挺老实的 接着放CG动画启动隐身模式 不说我还以为是孤岛危机寺 然后就是简短的最终关卡 利用你的新玩具 干翻入侵潜伏者总部的保卫者部队 这下终于能使用潜行击倒了 不过击倒动画还挺固定的 比如这里我打开子弹时间 从正面按下触角键 敌人会很配合的先转个身 然后再被你抹脖子 保卫者的将军 亲自开着一个巨大的战斗机器人 攻击着潜伏者的基地 我本来以为会有个boss战之类的段落 结果是你跑的剧情点 就直接开始播片了 而且将军的行为让人迷惑 假日舱被幽灵插了一刀 他就自己跑出来送 还不忘像经典弱智反派一样 说一大堆废话 最后的结尾 路易斯还克隆了一堆自己 算是埋了个伏笔吧 2月10日的CFX发售预告片 是一段四分钟长的纯CG 看剧情应该是发生在第二章之后 没准Ramody后面还会出个第三章 不过我已经完全不期待了 在所有的Ramody作品中 这个单人战役 是他们做过最漫不经心的项目 人员名单里你尚且能看到 Sam Lake参与了概念设计 虽然关卡挺缝合的 但多少还有点Ramody的味道 第二章感觉就是给新人练手了 全程突突突就完事儿 收集要素缩减为了几个U盘 以及几十个随便放在场景里的玩具 要说优点当然还是有 作为一个子弹时间爱好者 至少单人战役里敌兵中枪后的 布娃娃效果和爆炸场面 看起来非常不错 很有暴力美学的味道 可以当作是Northlight引擎的演示了 IGN给这个单人战役打了三分 不算太过分 尤其当你在主机上玩 还得花钱买这个战役的时候 如果你针对这个战役感兴趣的话 不如去CFHD里玩 好歹是免费的 Aero Gamer在2019年 这个项目刚公布的时候 采访了Ramody 他们说CFX的单人部分 其实2016年就开始在做 不过参与的人员不多 这么多年做出来 一共三小时流程 而且如此不走心的单人战役 有种骗凯子钱的味道 然而这个单人部分 和Smell Gate制作的多人部分相比 已经算好的了 多人部分采用的是虚幻4引擎 容量8G不到 一共5个模式 5张地图 每个模式对应一张图 这5个模式分为 现代和经典两类 现代类有开局加点 急跑和配件改装 以及机苗 经典模式只能腰射 不能急跑 就像老CF一样 现代类包含爆破模式 以及站点模式 爆破模式无需多做介绍 规则还是攻方放炸弹 首方阻止攻方达成目标的路数 每局开始时 游戏会给你3个天赋点 有4个天赋方向可以选择 每个方向有两个层级 比如敏捷加点第一层 能增加你的跑路速度 第二层可以增加滑铲动作 但是多人里的滑铲动画挺别扭的 还不如单人里做得好 防御天赋会给你一个盾牌 第一层给你一把手枪 第二层会给你一把冲锋枪 此外还有能让你获得脱离战斗后 喘气回血能力的天赋 不过无论你走哪条路线 都对多人部分里糟糕的手柄优化和形同虚设的辅助瞄准没有任何帮助 初上手能把人挤死的地步 比如这段素材里 我甚至敢站在门口左右移动 调戏对方的狙击手 他就是打不中我 放PC上我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而且挺烦的一点是 这模式匹配近来经常人数不平衡 脸是一方打着打着还老有人怒退 或者直接摆浪挂机 所以赢的一方基本就是全程碾牙 毕竟人多 现代类模式的第二个是站点 潜伏者进攻保卫者的大楼 第一阶段在大楼内部进行 争夺A和B两个点 进行了一段时间后 无论哪一方分数占优 大楼都会被爆破 双方需要搭乘滑锁前往下一个区域 再争夺C点 这个模式还有个特色 就是可以用本局获得的经验购买升级 升级有三种 心跳传感器会在UI上增加一个能显示敌人方向的罗盘 幽灵装备能让你隐身 可以和心跳传感器升级叠加 最离谱的是2000经验购买的bogeyman 可以让你变身成为一个有600生命值的改造战士 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手持双MP5的山寨裂空 还有时间回溯能力 最硬霸的是能喘气回血 普通士兵近距离碰到它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光600生命值这一点就比其他两个升级强太多 操作好一点一个人就能把对方压得出不了门 CFX里为了防止压加图重生点 Smellgate在双方基地都放了一个无敌的自动炮塔 防止敌方接近 但bogeyman的血足够多 跑得也够快 甚至可以硬冲进对方的重生房间 直接涂刚重生的倒霉蛋 毫无平衡性可言 第二阶段被压加完全就是在坐牢 倘若双方势均力敌的话 就变成了bogeyman大战互相刮杀 在我写稿的时候 Smellgate对这家伙进行了平衡性调整 不再能喘气回血 我又上去打了一会试试 结果还是把对面全队压得出不了门 甚至还达成了一个新的连杀记录 你感受一下有多猛 另外我用的是上世代主机XX玩的 到了第二阶段帧数不稳 变身bogeyman后开枪能明显感到掉帧 作为Xbox独占游戏 这种程度的画面优化能这么糟糕 只能说是技术的SmileGate了 经典类别的模式较多 有经典爆破模式 幽灵模式 团队死亡竞赛和感染模式 经典爆破地图和现代的一样 就是不能急跑没有天赋点和机苗 幽灵模式有点意思 幽灵方只能用刀 移动时能看到明显的轮廓 还能像Sam Fisher一样挂在横梁上进行隐藏 不动时会完全隐身 但能听到粗重的喘息声 目标是使用C4炸点 首方的人类可以用枪 注意到有啥可疑的动静扫射就完事了 幽灵方上手门槛较高 而且糟糕的手柄操作优化 使得转身并不灵活 玩起近战来更加难受 下面一个是我玩的最多的团队死亡竞赛 只有运输船这一张图 哪一方先击杀100个人就能获胜 这个模式不能改枪和使用机苗 因此妖射性能好的冲锋枪优势很大 我基本上就只用1928打自己 子弹多 后座力不大 端着这歪二无脑冲就是了 经常能混个三连乃至四连杀 发现这枪好使的人也不少 偶尔有对局里我发现大家都拿这枪 仿佛禁九令时期的黑帮火病一样 感谢这游戏糟糕的手柄操作手感 很多时候跳跃或者横向移动 就能避开贴脸的敌人射击 并反杀 最后一个模式是感染 每回合会随即选取三名玩家变成感染者 被感染者摸一下 人类就会变成同样的四千血怪物 人类一方只有两个点适合防守 而且弹药有限 剩下的人类越少相应的攻击力也会提高 多数时候打到后期就变成了纯捉迷藏 那个没被感染的人类躲到倒计时结束就能赢 这模式的挂机档格外多 平衡性也有待改善 人类胜率太低 而且这模式上线几天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匹配困难 挂了加速盒等四五分钟还进不起一局 接下来说说这游戏的成就部分 我之前提到了 CFX的成就只有多人的 不过好在条目不多 一共只有12个 全都是达成100个击杀 100个爆头 玩赛100场这种 而且胜场直接给你算完成了两场 也花不了太多时间 你要真能打100场多人还没删游戏的话 100个爆头差不多应该也完成了 在冲击全成就的过程中 我基本上只玩两个模式 站点和TDM 一来匹配的快 二来胜率较高 对于TDM模式其实挺想吐槽的一点就是 我玩了这么多年打枪游戏 没想到在2022年 居然有FPS能做到TDM只有一张图的 把其他模式的地图放两张进去有那么难吗 想换个口味我就只能去打站点 然后忍受那不太稳定的帧数 拿完全成就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受虐倾向了 对了 这游戏的通行证做的也挺干的 我拿到全成就之后通行证才10级 而这个通行证一共有50级 感觉比光环无限的通行证没改的时候还要干 而客金商店里的枪械皮肤对我来说也没啥吸引力 毕竟我已经买了那个亏到姥姥家的终极包 我不想在这个游戏上继续多花一分钱 游戏上线三天后 CFX多人部分的制作人Soro Blue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辜负了玩家们的信任 他说他不想找借口 并详细解释了问题的原因与解决方案 他们开始着手解决手柄灵敏度和Boogieman的平衡 以及CAR4的瞄准问题 短时间内他们其实能做的也挺有限 目前这个更新已经上线了 不过很显然 CFX多人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内容太少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连续三年上微软发布会播片的项目 主机上优秀的免费打枪游戏并不缺你这家 Smilegate在做主机游戏这方面还是经验不足 如果CFX继续更新我还会玩吗 不会 虽然制作人的道歉已经很诚恳了 但这游戏的多人部分让我觉得2042好像突然都没那么烂了 从9点拿完就没有必要继续浪费你的时间了 至于Remedy制作的单人部分 感觉真就是为了赚点奶粉钱 根本就没花多大力气在这个项目上 作为一个员工不多的北欧小作坊 还是继续好好做心灵杀手2吧 我是疯猫 下期视频再见